這幅就是我們兩房人的勢力分布圖 看來我們兩房人的勢力都很均等 暫時是,不過現在這個部門刪除了 行政部? 不是一向都是屬於二房的管轄範圍嗎 原本是,但是他們調了關給德 去屯門搜貨倉之後 現在行政部失去了頭,是真空的 但我記得根據 《接龍晉升手冊》第四十二章規定 部門主管離任 如果沒有人接管的話 三個月之後就會由副主管補償 而Andy就是行政部的副主管 他是二房的人 我一定不可以讓他吃,再帶二房吃 那你打算… 讚 今天Dee幫你跟回來了 記住,五樓以下的資源是歸樹木部管 五樓以上才是我們行政部看的 別再搞錯了 知道 知道 好,那沒事了,放工吧 Andy哥,我們這些廉價病的 和交通費的申請書 還沒有人簽名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簽嗎 我說很多次了 行政部主管是Peter 我只是副主管而已 那些申請書要他才能簽 我不能簽的 但Peter去了屯門的貨倉也一會兒 連職位也鑽住了 不知道他會不會回來的 如果還沒有人簽那月底 我們不能簽也批判不了錢 我們這部很可憐 我也很想幫你們,但我… Andy哥,其實你欺負我們欺負得很好 這個位置我當然是你坐的 是呀… 張立,人在做天在漢 我怎麼會這麼沒義氣 大意不道搶毀兄弟的位子 你們是否想陷我於不宜 對不起 Ki Ling 說得好 原來我男朋友這麼有義氣 真是有理、有愛、有情 有天、有海、有地 對不起 翠兄,你明白 我是有一夥忠義之心的就行了 你這些房子沒有稀錄生簽的 放工吧 謝謝Andy哥,那我先走了 好,再見 再見 再見 Andy,你真是好男人 做你女朋友真是很光明 你現在才發覺嗎?這樣還沒遲 那你能走了嗎?快點收拾東西走吧 我們很久不能一起吃飯了 我還沒走了 一輩子做事很多漏漏 我還有牌筋 雖然我是買個不情願讓你先走了 但你還是先回家 那好吧 現場做事的男人真是很有魅力 Andy,那你不要做到這麼晚了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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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B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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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之後,這房間就屬於我了 震主 吃飯時間還要簽那麼多東西呢? 這些全部都是行政部的資料 自從Peter調進屯門貨倉 這些事就要我親自批下,親自簽署 即是有空死就不得人吃 現在行政部由Andy代理主管 聽說他做得不修 他幫公司減了資源,省錢 還提升了公司內部的維修速度 從而令到生產力 提升了一大十個百分之一 我看是這樣,就升他坐Peter的位置 你以後就不用兼顧這麼多瑣碎 對,你現在這樣說,我就照你的意思去做 對不起,爸爸,我反對 為什麼? 其實每一次行政部出錯不多不少 我都覺得是跟這個劉德華有關 這個人附附附附附的 我不覺得他可以升任行政部主管這個位置 我覺得他是可以的 什麼?不如索性來一個內部公開升級市 公司這麼多員工 你想那條龍排到哪裡? 我們要的是精英 我們只容許副主管或主管級的人員 去參加這個事 誰可以考滿分的就誰升任 爸爸,你認為怎麼樣? 都公道的,就這樣 歷史,沒問題嗎? 沒有 進來 大小姐,找我這麼急,不知道有什麼事? Kim,坐吧 你想不想升做行政部主管? 媽媽不做嗎?還是她跟Peter哥調去屯門? 你不遲 我想你坐行政部主管的位置 你去考個內部試 我也收到一個電郵關於這個事 但是這個不是我的範疇 你放心吧,我會讓你邊學邊做的 不過我提醒你去到這個位置 你以後就是我大房的人 你要對我們大房效忠 大小姐,我只是小小雞 我不懂得玩什麼權力遊戲那麼複雜 我在商場當副主管可以的… 我也可以的 未來我們接龍會財源 我聽說,你好像還有一層樓要供 南美公園,你有沒有父母要養呢? 一無聊成有得看 還有很多精彩的片段等著你 記得訂閱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不怕錯過任何最新上載的片段 謝謝大家